剛剛的效果之後的話 這個是全部的資料 不過這個地方有缺 缺那個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用網頁 它的好處就是可以帶出很多很多藍的資料 可是這個東西放在那個手機裡面似乎不適合 用表格 所以我們需要怎麼樣 把它轉換成那個手機裡面比較適合的叫List View 可是List View呢 它的缺點就是說 我們剛剛看到 它只能夠顯示單一藍 那有沒有方法可以讓它顯示多藍 其實可以用類似像這樣的效果 比如說呢 上面可以加一個編號 那編號呢 你比如說以編號為主的話 你可以把編號改成那個 比如說標題1 標題2 就是讓它自 看你哪一個要自大 如果說你今天希望 第一個藍位 比如說像這邊有沒有 123 你可以放很多藍 但是變成說你是放成 重的 不是放成橫的 其實也還好啦 反正看得到 那你要看哪一個自大 你就把那個字的 這個這個前面加一個什麼 標題1 標題2的那個 那個那個標籤 那怎麼做 首先的話呢 你可以把剛剛的東西 再改一下 改什麼地方 基本上呢 我是主要是改那個 就是Echo的地方 那剛好同學是說 可以把這個 這個拿掉 這個頭跟這個 這個尾跟這個頭拿掉 那中間改好像單引號 他同學說可以啦 應該試了沒問題的話 那是Echo單引號 哦 你是說Echo 這個 上一個單引號 就能夠輸出 OK OK 好 就是輸出的時候 加一個單引號就對了 輸出單引號 那個 裡面 刮好 Echo不是啦 Echo 我以後 我以後 我以後要輸出 我以後等單引號輸出就好了 OK OK 好 反正這個地方可以 如果說你不希望一個結尾在 那你可以把這個地方 再做那個 就是單引號輸出啦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 在這個地方有這個效果出現 那我可以在這個地方 一樣Echo 一個 這一列的 這一個 的開頭 一定是Li 有沒有 Li 其實基本上就是這個頭啦 OK 然後裡面的話呢 會有一個 第一個 資料的話 那我們一樣 特別注意 它這邊有一個H1 H1指的是標題1 那基本上的話就是 你看到標題1 標題2 標題3都可以 那這個字的大小 當然 我記得 因為標題1好像最大 那你可以再去調整 那裡面的話呢 串接一個什麼 就是最後的結 就是買Seql裡面去抓什麼 Relaunt 就是那一筆紀錄 哪一筆紀錄呢 從這個Rose 這個Rose 就是我剛剛講的 那個總表 那個 放在記憶體裡面那個總表 然後裡面的話是第幾筆 第幾筆裡面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這個關鍵在這裡 這個指的是什麼 它的那個 在資料庫裡面的欄位名稱 也就是裡面的話有個欄位名稱叫ID 那我把那個ID抓出來 放在那個格子裡 放在ListView的第一個位置 第二個位置 第三位 所以ListView裡面的話 你可以放很多筆位置 OK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有沒有 就可以這樣子 把最後的結果 一個一個做 就是說你可以放很多個 ListView不是說 像剛剛只能放一個 你可以放很多個 那字的效果的話呢 你也可以放大 比如說你希望能夠放大的話 那你就再加一個H1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做出 第二個我們要的 就是說 如果你的欄位很多的話 你可以抓取你要的 包含我這邊是編號 就ID 好 那你知道你也可以抓其他的 第二個欄位的話是 Book Name 放這邊 第三個是Orcer 是作者 然後字如果放大縮小 你可以加一些那個H1到H4吧 那就可以顯示出我們要的結果 OK 這個是第二個部分 那等一下的話 第三個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能夠再做一個什麼 圓角 還記得圓角嗎 有沒有 上上禮拜好像 上上禮拜好像講過 如果我現在ListView 做出來 就像那個上上禮拜那個 地圖導覽 點101 跳到那個畫面去 對不對 那 我就做了什麼事 就是 那個 外框有沒有 ListView後面呢 有一個標籤 還記得嗎 叫什麼 叫Data Insert 等於True 所以你這邊的話 如果你今天希望 把這個地方做成圓角 你直接 其實這邊也可以自己打 Data 有沒有 DataInsert 你可以打個i 它也會提示 Ion Insert 有沒有 等於True 自己打上去 然後呢 再及時一下 印象中應該就變成圓角了 OK 好圓角 感覺好像應該 更 更 感覺好像更 就是 比較Smooth一點 那再來等一下 我希望 點它 它可以去幫我動態的去查出資料 Show在下一個頁面 這樣的話就可以達到 以後浏覽資料 也可以去網路上抓 抓資料過來的這個效果出現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這個頁面 稍微改一下 也就是說 剛剛的這個 我是存那個App 好這個 然後裡面的話 基本上我是在Echo裡面 剛剛是利用那個 從那個叫MySQL裡面的 叫FitsRaw 去抓到那個那一筆 記錄出來 那我現在呢 改了另外一個 叫做MySQL 底線Relight 記得要傳三個參數 或者你們也可以去那個 MySQL裡面的 那個 就是說明 我好像記得給各位一個說明檔 裡面的話呢 它要 也有一個那個說明 叫MySQL 底線Relight 給三個參數 就是 你的表格變數在哪裡 你第幾筆 然後呢 哪個ID OK 如果說你今天需要什麼 需要的是哪一種的 那個字的大小 你可以在前後加上什麼 加上H1 那或者是說呢 如果沒有 你就加一個P就可以了 換行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那這個部分的程式嘛 乾脆把它這個直接 放在那個 我們的雲端上面好了 就第一個 先一攬 然後再來就是兩攬 然後再來就是超連結 超連結 這邊會多一個超連結 然後跳過來的話呢 需要一個頁面去接它 那這個跳過來接有沒有 那也就是說我今天假如點這一個 它旁邊要有一個超連結 所以這個地方要怎麼樣加一個超連結進來 而且喔 連結的話呢 你一定要是連結到它 並且怎麼樣 傳遞給它 因為你要 查到正確的那一筆 那一定要給它一個最關鍵的就是它的Key 它的Key的話一定不能重複的 就是從個作者可能有兩三筆 那你一定是按照那個編號去查 因為編號不會重複嘛 所以呢 去把那個編號裡面的資料 所以喔 變成說 假如說詳細資料 你變成要再重新再從資料庫去撈資料 可是撈的時候的不是全部了 而是只有一筆 那一筆的話呢 就是SQL語法裡面 不是那個select的所有的欄位 from那個book table 後面本來沒有會了 有沒有 我們是全部通通撈嘛 那我們就是會有 然後呢去查到ID等於什麼 你現在這個ID 比如說我今天點的是1 就傳遞給那個ID去比對 查到那一筆 再把那一筆的紀錄裡面的 第一欄不用 第二欄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就是總共好像有六欄 然後一個蘿蔔一個坑 放到那個另外一個詳細資料裡面 就是這個書名作者有沒有 那編號就不用啦 因為編號已經點了 就知道哪個編號 所以就把它秀出來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OK 所以首先的話 第一個就是超連結 那超連結怎麼加上去啊 其實也道理很簡單嘛 就是在那個那個echo echo那個後面的 加上什麼 加上那個超連結 然後超連結的時候 我們這個地方 用get的方式 還記得吧 get不是問號嗎 問號等於 問號 問號後面不是有一個 哪一個頁面 哪一個那個傳給哪一個PHP 後面給它什麼樣的參數 應該還有印象吧 用get的方式 用網頁傳遞的方式 那傳遞的方法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呢 這個地方 我就是在 這一個 這個地方後面 加上在 那個我們的 for回圈下面 那個LI 先輸出一個LI 這一筆記錄的時候 有沒有 順便加一個什麼 超連結 那這個超連結的話呢 它的語法 應該知道HTML 這個超連結等於什麼 等於 後面的這一個 那特別注意 我後面的話是 單引號開頭 再加上什麼 加上這個 就剛剛同學講的 單引號開頭 加上我後面要加的 這個網頁 這個網頁 然後問號 ID等於 這個有印象嗎 就是用get的方式傳遞 因為post不可能在網頁上 一定是get的方式 等於什麼呢 等於我現在這個ID的變數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是ID的變數 然後呢 接下來串接一個什麼 串接一個就是一樣 就是這個結束 就把這個超連結加到哪裡呢 加到這個位置 它到時候這個地方 就會有一個超連結出現了 那順便把它的ID也丟過去 那等到我現在點擊它的時候呢 我希望能夠在這個頁面接 所以我這邊是另外在 其實我是把這個令存心檔來改 把它令存心檔後面加個A 所以我丟給它 所以記得我這個令存心檔裡面呢 就是再加上主要是這個地方 把這個裡面的地方 Li一個書名 然後呢把這中間 等一下我再講一下 就是這個地方的話 我再把查到的結果 秀在這個上面 它就可以顯示出 所以這一頁的話 就是多增加了這些欄位 那也就是我們那個之前在這個啦 就是有點類似像這樣的效果 詳細資料 跳過來 把這個放在這裡 但是網頁上可以這樣做啦 不過其實在這個版型不好看 如果你可以把這個改成什麼 手機上面 那感覺就不一樣 所以等一下來看 請各位先把這個地方 超連結怎麼加 先做 另外把這個地方 再增加一個詳細頁面 我這邊是叫做 詳細書籍資料 詳細書籍資料 你可以把它 把這一頁令存心檔來改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